處長 各位產業先進前輩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我是辛彩實業的法務專員陳俊佑 那今天就由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辛彩今年參加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二期 制裁管理輔導成果的一些心得跟經驗 那在正式分享之前呢 我想先提出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以及我們公司的一些心得 如果說用一句話 來形容台灣人 我會選擇說 台灣人是 卡達時代 寒慢公圍 卡達時代 寒慢公圍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我們的中部都跟我們說 小朋友有心無嘴 小朋友有心無嘴 就變成說台灣的人 年輕人就傻傻做事 傻傻考試 企業主就是一股腦兒做生意 我的產品就要衝到最好 我要當第一名 可是我們忽略一件事情 你如果沒有嘴 你要怎麼跟他溝通 溝通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我企業賺錢做生意做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做品牌 因為品牌就是要用來跟人家溝通 那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 心采實業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那我今天就嘗試用這張簡報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心采實業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首先大家看到 實業這兩個字 就可以了解 就是我們公司是有在生產東西 有在製作東西的 不是銀行 也不是顧問公司 我們是有在做的東西 那是做什麼東西呢 你就會看到我們的英文名字叫 Syntax 那這個字是要這樣拆開來看的 Tax 意思是 Textile 就是紡織品的意思 賣布的 我們是賣布的公司 那我們賣什麼布 那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耳聞過 Gortex 這個牌子 Gortex 是世界知名的機能性運動 Outboard 布料的一個頂尖的公司 那所以我們心采實業是賣機能性紡織品 機能性布料 那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叫心采 其實心采這個意思有興高采烈的意思 你從這個字面上看 看過來就會覺得 我們是一個充滿活力跟喜悅的公司 那這個Synt為什麼叫Synt呢 那是因為我們公司的陳總跟賴副總 他們夫妻在年輕的時候 是參加合唱團認識的 所以陳總就決定 以後他如果要開公司 他就要取這個名字 就是唱歌 Syntax 譜出紡織的樂章 所以叫Syntax Syntax 性高采烈 Syntax 性高采烈 Syntax 性高采烈 這樣是不是大家很好記呢 那我們的 講完了我們的企業的品牌之後 現在我們講到我們產品的品牌 這個產品叫S咖啡 是叫咖啡沙 可能大家都多少在廣告中有看過 那為什麼有咖啡沙呢 是因為我們的陳總有一天 跟賴副總在喝咖啡的時候 賴副總就跟他說 這個咖啡有除臭的功能 那如果你們拿去拿來做 用在布料跟沙線上面 那不就有除臭的功能了嗎 所以從那個時間開始就 辛載就投入了咖啡沙的研發 歷經了四年的研發才研發出咖啡沙 那其實為什麼要跟大家說這些呢 因為要做品牌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家溝通嘛 那要跟大家溝通 首先你要先讓人家容易認識你 就是品牌識別性 要讓他覺得你有趣 有品牌故事性 那為什麼今天是由我陳俊佑法務專員 來做這個介紹呢 就可以 表示我們心裁是一個 願意給年輕人機會的公司 好 在做這個簡報之前 我想做一個agenda 因為 通常用PowerPoint做簡報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整個是線性的邏輯的 線性的意思就是說 你講了前面 講到後面的時候 大家都忘記你前面講什麼 那我覺得這樣的演講方式 就是不利於我們溝通 所以我今天就徹底做一個 這個叫新制圖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內容 都在這張圖裡面 那待會這張圖會不斷不斷不斷的出現 那目的也是希望讓大家 藉由我的這次的分享 能夠讓大家對心裁這次的整個 分享的過程有很明顯的印象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要講的品牌的部分 主要分為企業品牌跟產品品牌 那因為我們今天參與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制裁管理 所以我們會比較偏重在產品品牌 那產品品牌的話 我們認為產品品牌的關鍵 有行銷計畫跟智慧財產 那智慧財產這邊 是待會我們演說會說到的 對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演講的主題 會聚焦在新材的品牌發展 所以我待會所有的簡報都是以這個重新概念為核心去發展的 那我們認為品牌就等於性格 就像你一個人 台灣的年輕人台灣的學生都很會念書 可能表現都很好 但是一旦站在國際社會之後 他們就不太懂得跟人家怎麼溝通 怎麼社交 所以你可能如果你有認識外國朋友的話 他們對我們的評價就是說 你可能很優秀 你在某個地方有一技之長 可是他就認不得你 你就是個nice guy 但是我就是不記得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那為什麼要做品牌 原因就是因為品牌就是性格 那你要塑造品牌就是要塑造性格 就像我們看到這張臉譜 可能會想到張飛 看到這張臉譜可能會想到觀光 看到這張臉譜可能會想到曹操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聯想 就是因為他的性格跟他個人品牌已經緊密的連接在一起 所以我們認為要塑造品牌就跟他塑造人的性格一樣 需要定位 你要清楚的知道你要塑造什麼樣的人格 其實養企業做生意就好像養小孩一樣 你要先知道你要養什麼樣的小孩 你要小孩要活潑的還是文靜的 你要總要有一些想法 所以這需要定位 那這也需要環境 你要塑造什麼樣的環境 孕育他的性格 那當然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時間 時間 時機很重要 持之以恆也很重要 那接下來要講到我們新材的企業品牌 那這部分企業品牌攸關的是創辦人的價值觀 那創辦人的價值觀會影響到這個企業的文化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企業品牌的時候 主要是要討論這兩項 那什麼是新材的價值跟文化呢 我以這張投影片為例 這張投影片是我們公司 在對外介紹的時候放在最後這張投影片 那放在最後這張意思就是說 他希望用這張投影片來對聽眾造成比較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關鍵字 一同守護 攜手 美好 環保 科技 S咖啡 農田 那從這樣的一個簡報當中 新材想要塑造什麼樣的形象呢 我們個人的研判是 重視合作 攜手 美好 想要有一個愉悅的一個氣氛 一同守護 重視環保 一同守護 也重視生態 科技咖啡沙 重視創新 那這整個就是 從這張圖跟它的文字介紹 你可以隱隱約約感受到 新材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想不想認識他 所以這是我們去年的資料 我們曾經以唯一是紡織業的公司登上 台灣的百大品牌 這邊你可以看到其他的知名品牌 像中油 新東洋等等 好 講完了企業品牌之後 現在講到我們的重點是產品品牌 那產品品牌我們認為 要打造良好的產品品牌的關鍵 是行銷資源的投入跟智慧財產 行銷資源投入跟智慧財產的規劃 那這些都是目前新產正準備要打造 一些著名的產品品牌 包括除了咖啡沙之外 我們也有了99.8 這邊是個咖啡豆的形狀 Ecosy Ice Cafe 這個都是我們目前正在打造的產品品牌 那因為行銷計畫是牽涉到公司的政策 預算跟資源的投入 今天我們都不在這邊多做著墨 我們會把焦點放在智慧財產 那什麼叫智慧財產呢 簡單的說就是專利 商標 著作權 還有營業秘密 當然因為是營業秘密嘛 所以當然不能讓你們看到 就沒有放到PowerPoint上面 然後我們認為要做智慧財產的佈局 或者說智慧財產的規劃 有兩個關鍵的要素 一個是人力資源 一個是管理的機制 那這兩樣也是為什麼我們這次要爭取今年的品牌 台灣發展計畫的原因 我們先講人力資源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連串的流程 這是我們整個新材公司在研發新產品的一個流程 首先研發那邊會有新的技術 新的技術會發展新的產品 有了產品之後呢 交由行銷來進行圖文的發展 視覺的設計 那設計定案了之後呢 會叫業務去做市場推廣 最後再由法務去進行商標申請 當然這兩個順序是有可能電腦過來的 就看我們這次產品的市場定位如何 但是大致上的流程都是這樣沒錯 那為什麼我們會想要申請這次的計畫 原因就出在於我們發現的問題 問題是什麼 視覺設計的部分 第一個 視覺設計這邊 因為我們的品牌行銷的視覺設計人員 他欠缺了智慧財產相關的知識跟概念 所以他設計出來的logo 你看這個99.8 Ice Cafe 這個雖然能夠讓大家有印象 可是在申請商標的時候 容易欠缺識別性 就會有被駁回的風險 那如果被駁回的話 你連商標都沒有辦法申請 你要怎麼在市場上推廣 這是我們發現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市場堆廣業務 業務在授權的時候 僅考量客戶的下單數量 沒有辦法思考客戶 他在的產業鏈位置跟通路屬性跟品牌 是否相符合 我簡單的講 就好像你的小朋友 如果他今天是跟一群會讀書 喜歡讀書的人在一起 別人就會覺得他就是會讀書 喜歡讀書的那一群 他如果今天是跟愛運動的朋友在一起 大家久而久之就覺得他愛運動 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你希望你的小孩子他去多運動 可是你卻讓他常常跟會讀書的小孩在一起 久而久之大家都覺得 他是不是不愛運動只會讀書 但其實他很愛運動 這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那Google跟SERA 就是國外比較著名商標 有受到稀釋的一個案例 第二個我們發現到問題是管理機制 我們認為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技術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沒有疑問 那像我們公司 無論是布料的開發銷售等等 具備經濟價值的資料 我們有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良好的管理機制 我們既然沒有良好的管理機制 要怎麼樣利用他們 所以我們的當中自己 是要建立一個良好的管理機制 但是要怎麼做 我們不會啊 因為我們是賣部的公司 我們不是管理顧問公司 那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就參與了這一期的計劃 第二期是主要做制裁輔導 那這個是知社會科法組的視頻和研究員 他做的一個簡報 那這一次他幫我們做的一個項目 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智慧財產的國際佈局 第二是廣告宣傳的應用演習 第三是營業秘密的管理保護 這三個是這一次我們計劃內容的主要項目 那首先商標專利佈局呢 今年我們公司自酬了98.56萬 將近新台幣100萬的經費 再加上工業局60萬元的補助 總共將近160萬元的新台幣 我們在這些地區去申請的專利跟商標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在歐盟 北美 南美 東南 東亞都有 我們在佈局的足跡 那人力資源的部分 我剛剛講的就是廣宣應用演習 還有營業秘密管理這兩個部分 那廣宣應用演習就是我們請知社會的講師 來幫我們的跨部門 業務 行銷 法務等人員 來進行商標跟著作權的課程講習 經由這樣子的一個課程講習 讓我們的跨部門的人員 都具有基本的智慧財產的知識跟概念 所以說在進行完這樣的工作坊之後 我們形成了這樣的一個action plan 就是我們在希望各個部門的同仁 在聽完課之後 行銷部的同仁 他未來在進行視覺設計的時候 他可以設計出兼具識別性跟市場需求的圖樣 業務部同仁在進行市場推廣的時候 能夠兼顧能見度的提升 以及避免品牌稀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透過業務行銷法務的共同協作 使我們智慧財產的授權業務的操作更加細膩 另外一個大項目是營業秘密管理制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是我們陳總 其他的與會的是我們各個部門的高階主管 從你這張照片就可以看出來公司由上到下 對於這件事情的重視 那為什麼是營業秘密 陳如我剛剛講到的 因為營業秘密是我們公司核心競爭力的象徵 所以你必須要建立一個管理制度 以妥善保存跟管理 從這樣可以看到 我們幾乎是全部的高階主管都全員出動 所以可見公司對這件事情的重視 那經由這樣子一個工作坊的進行之後呢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個我們產出了營業秘密的管理的文件 因為要有機制你首先要有文本讓大家看嘛 你要讓每個公司員工可以上網看到就是說 今天這個營業秘密管理到底在說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有一套文件先做出來 那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會配合定期的宣導跟集合 開始落實並塑造營業秘密管理的文化 為什麼這邊用文化不是用制度 因為制度是由上而下的 你基層人員可能不一定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文化是由下而上的 你可能每個人心悅臣服的了解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那從小地方開始做起 只要小地方能夠做得起來 整個公司就可以向上提升 文化形成制度自然就很容易形成 這個就沒有問題 那最後進行到結論 我們的結論就是發展品牌 跟人格養成一樣 你今天開公司就跟養小孩一樣 你想要你的小孩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小孩 你需要投入時間跟資源 你要等他長大 品牌不是一觸可擊的 但是資源 台灣的特點就是我們的中小企業主都非常厲害 很會做生意很會推銷很會研發 可是對於品牌這方面的知識或者是技能 該如何操作就比較沒有那麼懂 這個時候如果能夠適時尋求外部機構協助 像我們這次是透過這個品牌的制裁管理輔導計畫 然後來跟製社會 還有聯邦國際商標專利事務所合作 來有效整合資源 我們把我們自己不會的事情請專家來幫我們做 讓我們准核資源 才能夠順利的發展品牌 好這就是我今天的簡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